你好,欢迎收看10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宇慧 花莲港屋分公司为了庆祝主港90周年 特别在行政大楼周边举办的花港旗星港洞里新庆祝会 有精彩的音乐表演节目,静态的港史展览 趣味的闯关游戏,还有热闹市集 让参加民众保览港府知识也玩得尽兴又吃得开心 花莲港90岁了,花莲港屋分公司为了庆祝主港90周年 特别规划系列庆祝活动,即真稿写身比赛走读白灯塔之后 10月17号在行政大楼周边举办了花港旗星港洞里新庆祝会 今天是花莲港开港9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 那么为了庆祝这么盛大的一个活动 我们有一系列的规划 里面从这个写作比赛到写身比赛到走读走读整个的历史 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祖港的庆祝活动 那以及后面我们还有长达一个月 有关于我们的历史 整个花莲港90周年从日系时代一直到目前的一个发展 那花莲港分次期来发展 目前已经有25座的码头 那在过去的这个90年理念 我们从无到有 那也在整个的业务的推展上面 在大家的努力 在县府的这个合作之下呢 业务能够蒸蒸日上 那我们也希望呢 90周年还会更上层楼 花港旗星港洞里新庆祝会 17号下午热闹登场 舞台上有精彩的音乐表演节目 周边有闯关体验游戏 体育馆是规划了往日情环历史回顾展 还有三楼的回篮壮阔港使馆 开放给民众来参观 认识花莲港及了解花莲港的历史故事 活动现场的闯关游戏 还可以几点换现场市局的现金抵用券 花莲港规划祖港到现在90年了 承载着花莲人过往今来的际遇 为了让民众更了解 花莲港的历史严格及发展 花莲港无分公司特别精选老照片 结合港口历史 在大礼堂布置了 往日情怀历史回顾展 展期到11月15号 花莲民众可以前往观赏 跟随花莲港的发展轨迹 来寻找过往记忆 介入会花莲港报道